福宝究竟是什么百变小学 送爷爷给福珠珠模拟抽血的时候 福宝害怕而又坚定的表情像是要入打 仿佛在说我不怕我可是根正苗红的果宝 小时候江爷爷还为福宝做了一个迷你早时 不知是不是水温太凉 福宝进去之后圆滚滚的身子扭来扭去 脸上猫猫碎碎的小模样简直萌到不行 这天江送两位爷爷同时来到福宝身边 不仅送上大捆的新鲜竹子还带了一束鲜花 爷爷们的温柔抚摸让福宝笑得很开心 爷孙三人玩闹了一会就开始拍照 江爷爷还特地把花束放在福宝怀里 结果拍照结束宋爷爷伸手拿走了花 福宝一脸疑惑难道这不是给我的吗 随后就发生了正遂福宝三贯的一遍 只见宋爷爷弯腰把鲜花送给了江爷爷 彻底沦为背景版的福宝直接惊掉下巴 心想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福宝一岁的时候 两位爷爷给孙女做了一个滑滑题 福宝屁颠颠跟在爷爷身后爬上滑下 脸上一直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眼睛亮晶晶的好似天上的星星 相信无论谁看了内心都会变得柔软 看到宋爷爷拿着好吃的走过来 福朱朱两眼放光直接吐出嘴里的烛液 仿佛在说快炫我嘴里来 虽然福宝的转眼功法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 但与新颜子鼻嘱七载相比还是差得有 七大爷眼珠子一转就知道他准没变好皮 而福宝却像大学生眼睛里全是清澈的愚蠢 当福宝第一次独立生活时 看不见妈妈和爷爷们的他非常失落 福宝以为自己被最爱的亲人被抛弃了 于是独自一熊跑到角落默默悲伤流泪 当宋爷爷没有陪自己玩耍时 福宝直接扭过身子生胖气 就算爷爷双手奉上竹子赔礼道歉 福宝还是气鼓鼓地推开表示婉拒了哈 并且当樊雄金宋三岁拖着长枪喊福宝时 福珠珠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满满的都是嫌弃怎么有人四十多了还是个宝 不过一向严肃的江爷爷也会有调皮的时候 会把福宝当成抹布来回摩擦木甲 福宝一脸不可置信 坏了将爷爷被送三岁传染 有时真的会怀疑福宝背后是不是有拉链 不然福珠珠怎会有如此丰富的宝庆库呢 大熊猫取名字有多随意 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猫 一代睡神仙子拥有肉嘟嘟的脸好 圆圆米其朵朵 还有一双非常可爱小鸟形黑眼圈 结果这么仙气飘飘却是实打实的男生 仙子最喜欢在营业时解锁各种睡姿 并且刚上班五分钟就会守在门口等下班 但与三太子萌兰敲盆打碟上蹿下跳不同 仙子乖巧地坐在栏杆前小手扒拉着铁盘 用委屈的眼神控诉开门呢 为什么不开门 第二位就是熊界段正纯美兰 拥有二十多个孩子 顶流女明星花花就是其中之一 但因为长得太过貌美被错认成女熊 等到回国参加相亲的时候 被熊猫激地一口气安排了八只帅熊 结果美兰面对这些帅熊毫无兴趣甚至不想搭理 经过一番检查后发现她竟然是男孩的 倒霉的是帅熊五一对她一见钟情 在得知美兰性别乌龙后伤心过度至今未去 发誓要退隐江湖做一名绝情谷服主 而最出演的国宝名字就是七载的儿子八载 就是说这辈分有些许的剪不断了还乱 此外还有男熊爱莲学宝记 名字一个赛一个好听 相比之下哪有女孩子叫郑生的呀 人家还要不要面子 但实际上郑生的性格非常活活 时不时就来上一场兔子跳泵 全场的观众让我们嗨起来好 并且郑生还是一只爱听八卦的小熊 听到奶妈在和同事说话 她停下干饭然后张开耳朵敲蜜一头天 一脸吃瓜的表情 也许是太多人调侃她的名字向南海 最近郑生开始参产打坐锻炼身体 发誓下次遇到起名字的四两人要一拳把她打 然而盲仔听说后表示这算啥 当初出生时奶爸奶妈搞错了姓名 直接给美少女安上了黑帮大佬的名字 一场乌龙闹到最后受伤者只有当事人盲仔 最近盲仔和吕寒大熊猫爱宝同时出月子 不同的是她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但也有网友提醒说先别急着下定论 毕竟当初虫洞六个顺整整翻车了五个 二顺妈妈就是受害者之一 并且现在有了于可于爱两费头的熊 自顾不暇的二顺也根本没时间 跟着姐妹们找取名鬼才算着 就是说为了熊孩子的身心健康 实在想不出名字是可以让广大网友出招 不然上了祖谱老祖宗都分不清后代啊 熊在家中作债从天上来 谁能想到刚晋升为馆长的林颜差点破产 近日官方官宣吕和大熊猫丁丁成功产下幼崽 虽然如意和丁丁是第一次相亲 但这效率属实是做了火箭一样飞快 正当网友们忙着琢磨把账记在哪只小熊身上时 远在河南的颜馆长林颜却已经在破产边缘疯狂试探了 毕竟作为如意的亲弟弟幼崽的叔叔 林颜怎能不表示一下心意呢 当初林颜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嫂嫂怀孕后 他盘算着各种礼金感觉头都要大了 为什么这一切要我这个单身熊承担 为了给自己留点老婆本这小子跑去领导面前献殷勤 直接上演了一场狂野男熊蹦迪 然后又表演了甩头滑步 成功得到领导赏识大手一挥把他晋升为馆长 并且林颜上班期间整活更尽心尽力了 主打一个有钱捧的前场没钱捧个人 打击表演 看到游客们在外面站着 林颜会贴心地把自己的躺椅拖过去 表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50块钱躺一次哈 除了积极营业林颜也开创了带货副业 每天推着小推车到处售卖小零食 啤酒饮料矿泉水来 花生瓜子八宝粥 扰一扰哈 并且时不时通过卖场赚点马内 就是林颜这破罗嗓子属实是难为他了 以前的林颜一到下班时间就火速退场 就算天上下刀子地上有活海也不肯多担一名 结果如今大冤肿林颜下了班也坚持营业 试图多拿点加班费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钱包 并且前部九颜馆长才刚刚到手了新玩具坦克车 结果在卖货途中不小心开进了水石里 车上的货物损失惨重 最后还要花钱请专业人员打捞 对此颜馆长表示这赔的库茶子都不剩了 以前林颜对自己的玩具可谓毫不珍惜 小黄鸭挡了下班路他就一脚踹飞 而如今林颜不小心做坏了粉色大红盆 却满脸肉疼然后偷偷藏起来自己秀 对此他表示谁家国宝过得有我这么惨 好在仪义们的注意力都在身价百亿的顶流身上 或许未来林颜努努力讨个老婆生个娃 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